至于淡水区主委国小过儿童节 主题是定为新北儿童有我做主 校长就表示这次的体验闯光活动 共有五大关卡 学生从游戏中享受自主陪伴 惊喜探索的历程 在玩乐中学习过一个开心的儿童节 这个星期就是小朋友最期待的儿童节 新北市教育局在四月定为儿童月 各学校都有一连串的儿童活动 而今天上午在淡水区主委国小 就举办的儿童节闯光游戏活动 主题是新北儿童有我做主 小朋友说这一次的闯光 有体能活动还有地震体验车 而让他最喜欢的就是体验地震 可以学习到防灾居士 在地震来临时要如何保护自己 我觉得地震车的话我觉得比较好玩 因为地震车的话它晃来晃去的话 就很像真的在地震 然后如果在紧急发生的时候 这些还能派上用场 那个机台因为可以拿到卡片 然后机台可以换自己的服装 然后我觉得很好玩 哪一个比较好玩 应该是那个机台 为什么 因为机台可以换衣服可以拿到卡片 小朋友说在关卡当中 有游戏机台可以让他用完卡片游戏 换上喜爱的美丽服装 校长表示这一次的体验传观活动 有五大关卡 有向消防局申请的防灾地震体验车 还有让小朋友脑力激荡的 制多星抢达王 考验学生体力与肢体协调的 体能王挑战 与科技公司合作 引进流行科技游戏机台的体验 而另外还有让学生当一日操伤店员 内容相当丰富 今天规划的儿童节闯观活动 有包含了智慧的就是制多星的挑战 那有包含健康体能运动的 体能王的挑战 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小朋友很喜欢的 彩带的这个体验 那另外我们也还规划了就是家室的体验课程 像巧克力锅跟爆米花的这个体验课程 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安排得非常丰富 那主要是希望小朋友可以有一个 很不一样的儿童节的体验 校长表示借由闯观及体验活动 结合各种类型议题教学 认识多元文化 感受节庆欢乐气氛 让孩子从游戏中享受自主 陪伴 惊喜 探索的历程 而将这多元丰富且具有创意的各大关卡 融合各种知识 让学生能够从玩乐中学习 过一个开心的儿童节 记者许多元一的小伙伴报道